不盘点不知道 2.23的演唱会竟然出了这么多名场面 这个12月还没过 不少口碑良好的歌手就在演唱会上翻了车 从5月天的假唱风波 到因恶搞对粉的林俊杰 再到杨成林的地狱黑 每一个都是12月的奇迹啊 男人不可以这样子啊 你们一定有一些名声诶 你们知道吗 爱变人的事情 11月500演唱会上号称鬼上身 玩高大合唱的他又开发出了风电唱法 吓得网友赶紧检查是不是话筒露电了 11月许久不开演唱会的梁静如罕见的翻了车 一首烟味蝶唱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引起全网的群潮 而梁静如也快速回应做出调整 如今嗓音也恢复到正常状态 今年夏天 简直就是老牌歌手的狂欢 都说自己的偶像瓶瓶塌房 父母的偶像却重新翻红 凤凰传奇 周川琼 张学游等歌手 都展现出了超群的实力 演唱会就算是再冷门的歌 开口也是大合唱 王苏龙的宴潮辉 真是一场试听盛宴 卫生大会可给全网都正沉默了 但好在他玩得起啊 周董的演唱会一向是一票难求 除了年初在新加坡被超体力不好之外 其余的每一场都是神仙现场诚意满满 论歌手被憋了三年才开演唱会 能有多风飞自我 中组而唱着唱着咋就还激眼了呢 薛之谦还是没忘记喜剧人的本色 演唱会被四个半舞抱着出场就算了 还直接被摔到了地上 怪不得粉丝都在喊推票 我们是来听歌的 不是来看小品的 张杰把前段时间被搞起墙在火的厅 直接改变成了DJ版 张杰现场打碟 演唱会瞬间化成万人蹦击现场 李荣浩也是力破五枚子将的质疑 一首麒麟的rap直接顶在全网 他是什么时候背着我们计划成舒畅歌手的 黄岐山的听众简直是戏最多的粉丝之一了 为唱一句词 差点跟黄麻丝撤起来 我都怕粉丝把黄金山给吃了 刘兴华更是直接走到南京街头 给路人直接来了一场免费的小机型演出 谈点2023年四大演唱会名场面 有的万人大合唱引发回忆煞 有的迷惑发言惹争议 最近华春雨举办了2023火星演唱会 并且八期回应华与月谈永远的神这一称号 不仅登场了热搜 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目前华华确实是佼佼者 但自认是神这一点 恐怕连周杰伦都不敢这么自信 为了庆祝出道20周年 林俊杰也举办了巡会演唱会 冒着大雨演唱的一首江南 歌词和雨景相互应沉 不仅感动了全场歌迷 更是一举登上热搜 不得不为老林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所样打扣 歌词和雨景相互应沉 最近周传雄在麦庭音乐节压周演出 不仅门票一秒抢光 歌词连唱了八首经典歌曲 演发了长达40分钟的万人大合唱 果然有些人平时看着像个过气歌手 一开演唱会就是万人大合唱 张杰不愧是五只虫浪 演唱会现场不仅玩起了高启强的梗 更是亲自改变了听的DJ版 搭配上现场大叠 好好的一场演唱会冷时开成了蹦迪现场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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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鱼开演唱会的村子 有人造就经典现场 有人去瞎回当地人 多年前 王兴林还没翻红的时候 在一场拼盘演唱会途中 就下起了雨 在王姐为了能让观众看得清楚 扔掉了雨伞 敬业的态度直接劝了一大批粉丝 最近更是在雨中盲唱起了新恋心 唱跳一样都没拉垮 不得不说 王姐能翻红都是有原因的呀 我的耳机完全没有声音 完完全全的声音 我现在在盲唱 要他唱的还好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 明天是周六 全国大部分地区 天气晴了 我们老下雨了 同样都是冒雨和演唱会 到了萧京藤这边 差点都成气象灾害了 最近萧京藤在南京 召开演唱会 果不其然地下起了暴雨 那雨大刀 是连萧京藤都尴尬的程度 还发问提醒 人在南京 让当地居民注意防范 不得不说 大自然的声音 才是最好的伴奏 林俊杰冒着大雨 唱的这首交换余声 电闪雷铃 打翻唱他绝佳的歌声 复命感直接拉马后马 简直就是生命力 都难以复合的 经典瞬间了 还是中间轮回玩 演唱会就能随机抓歌手 上台唱歌 随便一位都是实力大咖 我小时候尝试过 在你一首歌上面 改编歌词 然后寄到你公司的 我那时候13岁 结果你公司完全没回过我 前两天 邓紫棋就偷偷地参加 偶像周杰伦的演唱会 不料却被周冬当场抓到 现场要求合唱一首黑色毛衣 没想到13年前 被周杰伦公司拒绝的小女孩 如今定能和偶像同态合唱 天真那红色的清晰 在你不忘了前进 还能过来 从下面是 让开从心 老旧的记忆 怎么偷偷躲在我妈妈的旁边 没关系啊 我等你走上来 我才唱啊 陈怡讯和周杰伦 不愧是最佳孙友 Eason本想藏在人群里 偷偷看演唱会 但还是被周冬发现 被迫叫上台 来了手大合唱 却又难道就是自费加班吗 要说演唱会上最嚣张的嘉宾 肯定是肖敬腾了 不仅自带话筒 还一上台就唱了自己的代表作 我说你这是来看演唱会呢 还是来砸场子的 你是我的小蝴蝶 我是你的小阿妃 你停在我的肩 你围在我耳边 走自我不再大爷 我是我的小蝴蝶 我可以为你偏偏 除了这些明星大开 周杰伦的歌 也是不少老外的国语启蒙 最近就有外国人在演唱会上表示 自己是听周冬的歌 学会的中文 他有中文不好 但是他会唱你的歌 这么奇怪 这样子他听我歌学中文 会不会学得不好 那我说多难关 我根本不想困难 为什么还要我用回家来带我 我只有几个天分 那用一切学到 不用的情感 我会一直到 我就是不懂的 我几个天啊 我就是不懂的